女性有限 哥哥你好 怎么呢 有什么可以帮你呢 就是这两天跟我爸吵架 我爸让我滚回漂亮国去 然后我就不想回 然后我想来这吐槽一下他 我要吐槽他一下 他咋了 用回啥吵架 他让我滚回去 我在国内待的特别开心 我不想回 他就非要让我滚回去 然后我就想吐槽他 这个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好像有点不孝顺 你别到时候 我不会发这段录屏的 你别到时候其他录屏号光给你发 所以你遭来秘定之灾 你别说到时候打得一脸蛋的 呱呱淌险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爸爸的故事 然后也就是说 他是怎么的 他的这种美吹 和其他的美吹还有点不太一样 是因为他的确是受到了一些益处 因为他是气能后 记得益处的美吹 对 然后他是在NYC 就纽约大学 然后学的是硕士毕业 然后他 因为我爷爷奶奶真的是非常的穷 穷到就是接不开锅的那种穷 然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可能就是一开始 就是在那种 因为他是学电的嘛 然后他是电器工程师 但是他没有正规去上那种公司去上班 他为了挣钱嘛 就一最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在上学的时候 就给人家装灯 装那种灯 装一个灯200块钱这种 后来呢 就是和朋友就是 一起卖车 我真怕你突然加个结尾 我爸一直干这个活 他老干这个活 老给人装灯 所以我给他起门 叫老装灯 不是 后来他又跟他的 就是朋友一起倒灯车呀 然后开过饭馆 就是开过三个饭馆 完了之后 后来又倒闭了 然后又去做 又去做过工程 然后后来呢 又又干了这个 你爸这个经历 跟我是不是有点像啊 真是有点像 然后他现在做什么呢 他现在就是 就赔了很多嘛 然后股票也赔了很多 然后他现在就是做空调冷暖 还有冰箱这一块 商业的 对 然后就是经常有人 就是有很多美吹嘛 说这个 就说在美国做建筑类的 或者做这种维修类的 特别赚钱 我就我就聊一下 像我爸这种正八景 有这个美国护照 然后正八景美国大学第一的 然后英语也很好 非常好 什么时候多好 他一他一天也就平均下来啊 就正常的话 可能最低就是个二三百美金一天 多的时候 可能也就是一千七八美金一天 然后呢 他的情况就是在美国就买了两套房子 但是都是贷款 然后也要还还 然后也没有开什么特别好的车 然后也就是也就那样吧 对 但是对他自己来觉得他是实现了就是说至少没有靠他父母 他自己是OK的 他觉得他是利益既得者 所以他就觉得纽约是全世界的中心 觉得特别特别好 但其实啊 但其实就是说咱们很客观的说 呃就像他这种有正经的身份的 有正经学历的音乐很好的人 其实生活的也就那么回事 就那么回事 真的算不上就是说很多没有去过的人 幻想当中那么美好 挣那么多钱 嗯 对 但是呢你这么说 那你因为很多很多现在想出了挣钱的人 最终他不是想在美国榨根 你这么说 那你爸这些年换了这些财富 如果他一直租房子 他在国内买上房子 你会觉得会是什么样一个画面呢 我觉得他 嗯 怎么讲 他自己是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美权 他是不可能回来的 他完全不可能回来的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他就是如果当年 如果当年我们退回那一天 他最后 他最终定的决定是 我在美国挣钱 我把钱全攒下 或者我会回家 或者他这些房产也好 怎么着也罢 他最终选择是国内的话 他会比现在 你认为他会比现在幸福 还是比现在比现在差呢 这不就是我们俩争吵的一个点吗 你认为你会幸福 我觉得会回来更好 但是他坚决不同意 他就让我滚回去 然后我们俩就是对这事 一直在吵 吵了差不多三天了吧 也 目前还是处于你死我活的状态 还没有说吵出一个谁高谁低来 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 在美国对你的未来是更好的 而你通过自己的认知 你觉得中国国内也很好 没必要飞得上美国去 你俩都 对 我觉得 你都一把年纪了对吧 你都快50岁了 你天天在那累的要死要活的 你图为啥 你市政的还还可以吧 但是你明明可以把美国的房子租出去 你按照现在汇率 你在国内你都可以退休了呀 对不对 你吃香味喝辣的 又不是说国内没有房子什么的 但是他就他不这么认为 然后他当然 你说 你说 我是没有换护照的 因为我是中国护照 只是美国的 所以说我也不想换 那你现在是咋 你现在是咋想的 最后你想回这个地方生活吗 我说实话 我是个废物 我不是一个多么有上进心的人 我对生活的需求也很低 也没有说什么痴心忘想 或者喜欢买什么贵重的东西什么的 我的生活成本非常的低 我就想要个安心 要一个安全感 要一个安心 评论区 这谁这么不要脸 我的破房了 我在废物老婆 你抖音一级没有 你还想着脱单了 我跟你说 姐妹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就父母在你没有家庭之前 他是肯定会想办法 想尽一切办法去干涉你的 你明白 他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干涉你 而如果一旦你比如说 你谈恋爱了 结婚了 生子了 这个在干涉的 这个画面就小了 对吧 对 他 但是我回去不更难找吗 您也不是不知道 对吧 纽约那边全渣男 谁敢找 我不找 而且我觉得老外就是另一个物种 也不可能想都不想 那不是 怎么你爸还想让你找个老外 他OK的 他觉得OK的 我不OK 我很不OK 那你站上去吧 我给你 我在洛杉矶 我有老黑朋友 我给你找老黑 你一定能老黑 你去你俩见个面 我都跟你说了 我都跟你说了 在我心里面 觉得是另一个物种 跟我都不是同种同源 我接受不了 你知道吗 我给你找个老黑 你就假装一下 是对象 你零你爸面前 我看他怎么接受的 进去以后 进你家家门 以后跟我爸讲 老杰克 老杰克你好 让他感受一下 来自外国人 他不就打消这个念头了吗 他很OK 他觉得老默的OK 只要这个人够优秀就好了 他对这个完全OK 那他是咋的 不允许你找中国男朋友吗 这没有吧 这也没有 但是你也知道 纽约能有什么 对不起 如果有纽约的 我先道个歉 但是纽约的确是渣男比较多 我也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 纽约但凡有经济条件的 女朋友是不缺的 没经济条件的 咱说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那你可国内 你不先找个优秀点的 那是吧 你先找他 完了整个五千 你领着去见见你爸 你爸如果挺认可这小伙 你回头在哪 在哪生活 问题不也不大了吗 我之前到在美国工作过 然后是在小的时候 上学那会 我去到我爸餐馆打工 后来大学毕业了以后 就去亚识兰代 干过贵级 然后我 说句不好听的 干个贵级 税后一个月三四千 好干啥 有啥用 标准工资嘛 都这样 对 就是 就很多人都有一种幻想 觉得 我去纽约 我挣钱老多了 我老厉害了 我过的什么大house 看那弹幕 看那弹幕飘过去啥了吗 没有 你不是说不让看弹幕 我就没看了 飘过去那个 花钱说话的 你可以看看 那个 上台哥说了 你还没跟咱爸说咱俩的事呢 你们的素质呢 别让人觉得大破银粉丝 一点素质没有 看人脱单 你们招集了 是吧 不是 老门你这样 你给我们形容一下 你形不容的盖世英雄什么样 我喜欢 就是 关羽那种类型的 怎么的 脸部红不行 就是那种浓眉细长眼 然后胡子拉差 皮肤 黑中泛点红的那种 浓眉细长眼 胡子拉差 黑中泛点红 有吗 没有 我觉得没太有 不是 他这个意义是啥呢 现在国内的男孩 大部分都是白白净净 然后手无腹肌之地 就不够慢慢 对吧 是这意思吧 对 就是喜欢爷们脸的 对对对 喜欢就纯爷们 老爷们那种 胡子拉差 完了那个 浓眉 很健康 黑里透红 黑里透红 来来来 谁 农民工 谁给这打农民工的 对农民工 我觉得挺好的 农民工 国家是大哥头发要整理整理 还行 农民工 那个头发整的 那个上不落全是回 差点意思了 你们 不是 不是你怎么把这个事 就归成了我 找不着对象的事了 不是这个事 现在是我跟我爸的这种 我告诉你 我这叫深入了解 我得先了解你心目当中 喜欢的啥样 那我这么说 你形容一下你爸是什么样 我爸类似 就是这种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你有练父亲节 也没有吧 就是可能就是这种审美 你看多了 你可能就觉得这种审美是好的 嗯 我跟你爸 但没有什么 经历挺香 我也没不太浓 其他都符合 你考虑吧 不敢不敢 怕英嫂弄死我 没事 英嫂到时候好说好摆了 埋后院就完了 不过你看你要是 有这个方面想法的话 我建议你最好解决方式 就是触个对象 最终你俩要回国那几个 而且这小子最好条件别太差 你得足够让你爸觉得说是 姑娘托付给你 也不会跟你吃苦招 我凭什么呀 我凭什么 我除了有三分之色 我有什么呀 我一个废物 我凭什么要求人家 瞒了这有那有的 我算个什么东西呀 哎呦我的天哪 不行了 快点来吧 兄弟们公平打字 实名制 实名制投简历吧 快点去吧 这多好 这上哪找去啊 啊 这上哪找去啊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要求人家 瞒了这个那个的 我不配 我只能说 外表上 可能有自己喜欢的这种 审美的嗜好偏向 哎确实 你知道蒋诗这点吗 我知道 那不行 太瘦了 我感觉我一个手 就能把他掐断 掐啥玩意儿 就直接给他 从中间掐断 你说啥呢 我说就是腰斩 我就直接给他腰斩 蒋诗挺符合你说的 这个 胡子 完了 那个 不行不行 操眼睛 我还爱秀 他都秃顶了 他都 他发型线太糟了 秃顶了 对 就这样 我说实在话 我就是个废物 我就是那种 能不工作就不工作 能不上班就不上班 天在家 就是弄弄花 弄弄草呀 然后就是宅女吗 人家说的宅女吗 感谢盘龙哥 你行 宅女 那你这样 不是 你 我跟你吐槽这个事 是想让你帮帮我 怎么能说服他 你先回来 三人自有没有记 你先回来 然后呢 下一步呢 你就拿着那个证明 到你爸 到你爸面前 肚大 肚大了 往事了 这锅 你想啊 咱认识一会儿 英哥 英哥这点事 肯定能帮 跟你英嫂好好商量 问题也不大 就完事了呗 做假的 做假的 假不假的 你爸 你爸肯定也不会细看的 看他爸可瞅瞅 是有没有啊 你这拿报告出来 就完了呗 你这都是损招 你能正常点过 我正常点说 老妹我跟你说 正常点说就是啥 你一定在国内 要成家 他才会阻止 停止这个 让你回来到美国的想法 这不是合理 这合理 是吗 这么假的 为啥呀 那你不成家 你天天国内 那在他眼里面 我告诉你 虽然你的画面当中 你在国内 现在是主意 我天天安分守己的 我要求也不太高 我自己过小日子 我天天 缠啥吃点啥 缺啥买点啥 我过日过挺好 在他眼里 如果他是一个坚定的 在美国很坚定的 在这连国都不愿意回的人 在他眼里 你一定此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对对对 他真的是这么想的 你吃的东西 他觉得我牢藏了 对 他一定认为 你天天吃那玩意 全都有毒 你生活地 你呼吸都有毒 完了 你在这周边 没一个好人 全是贪图 你有美国绿卡 你明白吗 对 你不真正让他见识一个好的 好的未来准女婿 他一定这个想法是不会打消的 这是问题之根本 我上哪儿去 他让我下个月 或者下下个月就滚回去 我这么突击 我去找个演员跟着我走 不是演员的事 你可以让你爸看大头人直播吗 他不看 我跟你讲 他不看 他就 我跟你讲最简单的例子 我前段时间跟他打电话 跟他随便聊了一下 我说现在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 这些有一些精锁的这种处理方法 还有这种高压电 都已经是世界垄断的位置了 他说你就是在国内待久了 被洗脑了 你就是怎么怎么样 这就有点恐怖了 我说这个东西是美国 美国新闻自己说的 我说你自己看不看新闻啊 我说你 你可以不觉得说 你想夸中国 但是事实摆在那儿 你总得承认吧 他就说我被洗脑了 你俩现在根本冲突 不单是他对你的生活环境产生质疑了 说白了 你俩 他是美锤 你叫钟锤 你俩 你俩互相观点 立场拉不到一块 我不是钟锤 我在国外也生活了十年 对吧 什么我没见过 什么地儿我没去过 关键是你肯定不是 他也不承认自己是美锤 这是重点吧 对吧 对 他就是觉得 纽约是宇宙的中心 哎 纽约是宇宙的中心 他跟那个法拉圣吗 没有 他在长岛住 纽约长岛 但是他的工作基本是 对 他的工作基本就是整个纽约 还有有的时候去新泽西 有的时候去上周这样 那还好点 那还好点 如果前天聚集的法拉圣说这话 就有点井底之瓦 他要但凡往长岛那边走一走 还能好点 我觉得你要 如果要是临时找不到对象 想处理这个事的话 我建议你折衷 折衷 先苦雄 你先苦雄 苦雄让他出机票 出机票 他给我出呀 他还忽悠我 说我要去 他就立马给我再买一个房子 他说如果我去纽约 因为他现在是住在纽约长岛 然后之前他在德州 Dallas给我买了一个房子 所以我现在在国内 基本上的花销都是 那个房租换过来 然后所以我这么宅 就是废物点心 你懂吧 然后他就忽悠我 他刚才给我打电话忽悠我 他说你要是来纽约 我给你在纽约买一个 你自个儿选 你爱在哪个区 什么大镜 你随便 什么都行 我再给你买一个 我给你付个守护 那咱说你要是人为安排点 治安问题 能不能让你爸有点改观 我说了 他说我有病 他说我就是被洗脑了 看那些新闻看那么多了 你上纽约走去 我安排给你抢 抢一下吧 洗脸一会儿 对不对 你这把他盖关不 对吧 你别真碰上就回不了头了 你知道长岛的法律和纽约 事是不一样的吗 它是可以拥有那个啥的 所以我爸他是有那个啥的 拥有还是持有啊 可以持有 他是有那个啥的 就长的可以的 他就直接在网上买的 不是那是搁家里面搁着的吗 出门能带吗 出门我不知道 反正就搁在家里啊 他说那不是有一段时间挺乱的吗 他就说防着 那时候不咱国人都买了好多吗 那不行 你就假装出去 你说认识结交本地男朋友 完了一宿不回家 第二天说 第二天说喝了一杯东西 喝一口就晕倒了 早上起来 你又出损招 那你也问我咋办 我让你找对象 你又找不着 对不对 你还不得不回 那你想咋办 他这不就现在给我画大饼吗 说我要去了 他就给我买 买个房 然后让我自己其他房间租一租 然后自己随便找个啥活干着 就一直在给我这种反向心脑 然后我就跟他吵 我们俩就是 各说各话 就是吵 吵了三天了 你先走那 你叛逆期吗 你都早过叛逆期了吧 我是过了呀 但是我感觉我爸没过呀 他可能更年期了吧 现在 要不你干脆你就直接反向操作 你就领蒋师去 你说你就跟你爸说 我买房子 你跟我来买 你就跟我来买 我就要跟他过 你看行不行 就你给我安排一人是吧 我带我去 你就跟蒋师去 蒋师你认识吧 我知道他是谁 但是我不认识他 你跟你爸说 我就要跟他过 我要嫁给他 我要给他生小蒋师 完了 完了你爸 你爸 不行 你要让我留美过 我就跟他过 我就跟他过 你这损招吧 你这损招叫自伤 这叫什么 自伤一万 然后损迪八百 我这伤我自己一万呢 我带蒋师 我不嫌恶心啊 我不痛吗 人家也是个正常人 你爸 重点不是你吐不吐 重点只要你爸吐了 你这事不就成了吗 那不是 咱就不能找个 稍微像人样一点的 有点说服力 你说找蒋师那种 我怕我半路上 我自己先吐在地上 吃不来了呀 要不找甜点圈呢 你看行不行 甜点圈 讲师 天歌 你挑一个吧 甜点圈 讲师 天歌 大头一样 四个 行不行 那我还是敲你 但我怕我爸就同意了 我得跟刀仨比才有优越感 我觉得行 我觉得行 你就这样的 我告诉你 你只要在美国 我告诉你 很多人都这样的 在中国处了一个父母 对父母并不喜欢的对象 所以强制要给孩子送到国外 就见过 这种我是见过的 你要在美国处了一个 你父母不喜欢 说啥不喜欢 说啥都不行的对象 你指定能啥 你指定能重获自由 你爸得想尽前文 赶紧回中国 去去去 赶紧回中国 就指定行 这事指定行 反向操作嘛 对不对 你反正 你没事给你爸 转发点讲师的视频 你说我挺喜欢这男孩的 我回秀先 先上台洛杉矶 你看你爸 我今天试试 我今天试试 回秀 你给他 你给他发点讲师视频 就像那个笑 嘿嘿嘿 兄弟们 你把这个视频发给你爸 你说我挺喜欢这男孩的 我跟他认识了 我想让洛杉矶跟他奔线 你第一站机票 被过买纽约了 我要上洛杉矶 你看你爸他说 好 我今天就这么干 你今天就这么干 我回头给你汇报一下 我们 我们拭目以待 回头是 回头是讲师喜提媳妇 还是 还是你不用回美国 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就完了 行不行 有没有plan B plan B的话 你如果你爸说 行啊 你去看去吧 你大概两个小时之后 你说爸 刚才我手机丢了 不知道谁使得我手机 号丢了 不是我 倒号了 倒号了 不是我说的 到时候也行 你先在别的都待一待 你别着急回去见他 美国我是回了 但是我们也回纽约 你上洛杉矶玩玩也行 这不我们 这不是沿着 九月份中秋节 这边我们要聚会呢 到时候过来参与 现场也有 没有 我这边聚会的 岁数都挺大的 没有比应该好 到时候给你介绍 行吗 来了多认识 认识朋友 我一会儿就去把讲师的视频都散了 然后发给我爸 我要说我就看到这麻烦了 到时候你手机容易中毒 下两个三个就行了 你说我在洛杉矶认识朋友 我想上洛杉矶去跟朋友见见面 你爸说啥意思 我挺欣赏他 你别直接说 你好像你那小心思骗不过他 我挺欣赏他 我就非常认识人 我觉得他特别有骨气 符合我心目中的 那个什么 我挺欣赏我心目中的 一起干什么 哥哥先别打着 行吧 那就那就这样 那个懂点事 最后懂点事 讲师媳妇 大头银哥哥来玩呀 好嘞好嘞 讲师媳妇也不忘了 去吧去吧 拜拜 好嘞谢谢 拜拜 拜拜